西南航空规定在11月之前禁止使用中间座位以保持社交距离 该公司表示将从12月1号起恢复出售所有机舱可用座位供旅客出行 并参考了有关新冠病毒的最新医学研究 该研究表明飞机上要求乘客戴口罩同时空气经过过滤两种方法结合 那么在飞机上通过飞沫吸入新冠病毒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报告说从大流行初期到现在 飞机一直保持中间座位空置的做法 因为当时公司对病毒的行为了解甚少 但是西南航空将允许乘坐人数较多航班的乘客改迁其他航班 并警告说在新冠疫苗能够广泛使用之前 乘客运输仍然十分脆弱 迄今为止航空业还没有获得联邦另外250亿美元的工资援助 以支持遭遇疫情袭击的美国航空公司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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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国的民 be000不的 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 美国代表